桃園國民運動中心是桃園市第一座國民運動中心 但是游泳池設施卻因為修繕問題 還有廠商倒閉等因素 109年就封閉整修 一直到今年7月才完工 市長張善政今天出席啟用典禮 歡迎市民來游泳池運動消暑 桃園市長張善政與多位名代及貴賓 共同出席桃園國民運動中心游泳池修復啟用典禮 也宣告這座封閉長達852天的游泳池正式對外開放使用 以前都沒有沒有得油怎麼辦 以前到最後就有壞掉了當然不好 現在整修起來都很好 這座游泳池在107年啟用後因為設計不良造成漏水及磁磚剝落 當時鄭文燦市府決定整修重建 想不到歷經廠商倒閉 營建成本增加等問題 市府重新追加預算後才順利發包 張善政說經過這次事件後 市府未來對於廠商的品質絕對會特別注意 找出很多問題包括漏水 包括旁邊的電材 材料根本就是不能使用的材料 那麼經過我們新公署 體育局還有我們舊國團一起努力 慢慢的還有我們要追加預算 把這些問題一一的解決 到今天終於可以交付給我們的市民來使用 所以這個過程裡面我們學到很多 我們將來在整個工程招標對於廠商的品質 會特別的注意 希望這種案例不要再發生 由於11號發生三名國中生 前往小屋來吸水卻不幸溺斃的意外 張善政也呼籲市民朋友 吸水一定要到安全的地方 大溪的學生 到了不該游泳 沒有開放給大家去吸水的地方去吸水 結果往生 非常非常的難過 我在這邊也特別呼籲 夏天大家想玩水盡量到安全的地方 尤其我講今天這個桃園 國民運動中心的游泳池啟用 如果能夠到我們的游泳池 那是更好的一個選擇 所以一方面 要請大家多多運用我們 市政府提供的游泳設施 二方面 即使到外面野外去的話 也特別要注意我們的安全 這座全新的游泳池 不但加強整體的結構支撐 也優化了SPAR池及相關設備 讓市民朋友多了一處 夏日消暑的好地方 好棒